由美國舊金山中文數位教師協會舉辦的2021金牛杯Vlog達人大賽 歷史5個多月 於5月29日在雲端會議、YouTube、Facebook同步線上直播頒獎典禮 超過百餘位參賽學生、家長以及指導老師上線參加 此次比賽的宗旨是為了推廣全球海外華語文教育 鼓勵以中文為外國語的學習者 將其語言習得、結合實際生活、應用數位科技 與Vlog自由創作、展現個人創意和中文學習成果 教師協會會長曾保湘致辭表示 我們收到很多很多的比賽的影片 來自世界各地 內容是包裸萬象 看到每一個參賽者 他們都用他們所學的繪畫 動畫啊、動畫啊、或者是數位科技跟中文互相的結合 運用在Vlog上面 我覺得他們是每一個都很優秀 比賽是以年紀分為小學、初中、高中以及成人四組 同時也劃分了華語和非華語的組別 每組取前三名以及佳作 還有多項表現優秀獎 例如最佳劇本獎、最佳創意獎、最佳配音獎 給予參賽者最大的鼓勵 比賽評審委員包括李美玲、肖元君、陳恒良、張文文以及李憲 李憲表示 在評審過程中 他非常感動 也很欣慰 看到這麼多優秀的作品 得到滿分的一等獎作品 就完美呈現了比賽規定的各項要素 他也看到華語在全球傳播和傳承的美好前景 當天頒獎典禮由溫淑林主持 他除了宣布得獎名單 也播放了得獎者的精彩影片供大家觀賞 這些優秀的作品 內容生動、活潑 有的還是以動畫製作 充滿了豐富的想像力 讓人驚艷